现在是在园区呢 大门口楼顶放一台 然后在办公室的窗口 窥室窗口放一台 那用笔记本与它之间用WiFi连接的方式进行对接 然后在园区的某一个位置也放一台有人拿着 都是单单独的设备在那放着 然后绕着全场去跑 绕着园区所有的角落都跑一遍 马流现在是16兆 现在我让涛涛开车在园区的所有的巷道里面都跑一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摄像机的马流是16兆 那无限设备频宽 目前设备这个10兆频宽 频率是580兆的 影压的时候 内容的独播 感觉更好 还剃一下 怎么样 不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园区的大门口楼顶有一台 然后在我们会议室放置一台 放置一台 在这个位置 靠近窗口 然后呢 在池上放一台 这就是今天我要测试一个架构 我们先在园区里面测 待会我们会测试另外一条路径 继续往前走 涛涛 现在马流是16兆 我们测试这个所有的角落都走一遍 好 这儿图像稍微卡顿 卡顿应该是在期换过程当中 好 这个走到一个最偏的地方 现在是在园区所有的角落都跑一遍 好 可以 我认为目前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是不是所有角落都撞完了 好 还没到 还没到六单元 好 往六单元方向走 我刚好 还没到五分钟 我刚好录五分钟 那现在是在公布我们的这条路上 好 这个是桌子 这个相机啊 变焦变不过来 开太快了 嗯 运路向前 到了六大亚楼里